觀眾朋友你好 許錯分校呢 開學到今天是第三天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開學 當然學生們還在帳篷下面 沒有辦法上課 因為老師們通通都不在許錯分校 家長們堅持絕對不簽校 這個問題依然無解 可是國家衛生研究院 怎麼會跟五歲 怎麼會跟完翁 是不是真的跟臺數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不是包括臺大 包括國家衛生研究院 包括高一大等 這些國家的最重要的 這些學術機構跟研究團體 通通都誤會了臺數六輕 我們來看看 這上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所謂的 那麼大的千校爭議的這個風波出來 臺數呢 在八月二十三號的時候發了一個新聞稿 我們來看看 VCM就是所謂的學童裡面 找到那麼多的這個所謂的那個 那個毒物呢 就是這個VCM 至少這篇研究說 很可能是VCM造成的 可是臺數講說呢 麥寮的這個VCM廠 綠乙烯廠呢 從運轉到現在都是嚴格管制的 然後呢主管機關包括誰 雲林縣政府 包括中央的環保署 你們都長期在監測嘛 結果是什麼 遠遠低於國內的標準 也遠遠低於國外更加嚴格的標準 所以我是優良的模範生 你把我勾勾這樣才有道理 然後呢他講說什麼 為什麼在你家門口在六清旁邊蓋許錯分校呢 土地雲林管政府選擇的 不是我選擇的啊 我出錢的人 叫你捏成這樣 土地是雲林縣政府選的 再來我們臺數六清 為了保障第一線作業員的標準呢 每年都額外在執行這個監測 結果監測的結果呢 也遠遠低於管制標準 再來學生為什麼尿那麼多TDGA呢 不一定是VCA嘛 可能是其他的啊 可能是你自己吃維他命B啊 對不對 或是說你旁邊那個 歐兜排坐的啊 或是說其他的原因啊 坐坐的嘛 你怪我VCA不像這樣才有道理 再來他也舉了一些數字啦 說這個數據呢 整個許錯分校的這個環境監測數據呢 遠遠低過國家標準 如果我根本沒有放 你體內的TDGA你可以怪我嗎 然後呢再來說國衛院的這個數據呢 是前後不一相互矛盾 越近的呢 反而數字呢 有時候比較低 越遠的反而數字比較高 這個前後矛盾 是不是真的誤會 誤會 誤賴了台數六輕呢 又或者是更嚴重的問題 政府包括中央跟地方 所謂的長期監測 是真的很認真在監測嘛 在昨天跟之前我們在討論 所謂的空氣污染的時候 非常非常多人都講說 那個工廠頭頭頭把你放一下 要不要放了 結果頭都頭到 數都數下去了 政府呢再來 好我要把你檢查 人家就不放了 你要怎麼檢查 換句話說我們的監測是真的在做監測嗎 我們的財法是真的在做財法嗎 這恐怕跟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問題 許錯分校到現在 已經是找到這麼多證據 可是沒有辦法簽校 但是除了許錯之外呢 台數十公里內 有二十幾間的國中校 難道不處理嗎 除了雲林 麥寮鄉之外 全台各地包括桃園 包括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高雄 屏東 甚至在我們所謂的臺灣最環保的綠色土地 宜蘭都有那麼多的工業區 旁邊都有那麼多的學校 難道都不處理嗎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先來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呢 其實這說起來很悲哀啦 他應該叫做他是空氣污染達人 空氣污染的好平塞 怎麼說 他家呢就住在高雄工業區旁邊 很旁邊的旁邊 大社 大社 政府擦不住 監測不到 他用那一支瓶子的瓶子 好 這個味就是這間工廠瓶 這個味怪怪的 那是另外一間工廠瓶 他已經可以自己用自己的鼻子 偵測到所謂的空氣污染的來源 是什麼 特別歡迎是來自於高雄海洋科大 海洋環境工程系的教授 沈建全 沈老師你好 好 全國大家晚安 大家好 會太行的啦 政府用多氣就測不住了 你用你的瓶子就測不住了 沒有 我鼻子還沒有壞掉 但是平常有去那邊在巡視環保的 稽查隊在那邊巡邏 所以哪一家工廠有什麼味道都很清楚 是不是 你們高雄大寮國小那次 潮寮 潮寮 政府就說沒有啦 那是校長的瓶子太過頭敏感 是你的敏感瓶子可能的問題是你平常 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所以不是你的鼻子特別好 而是大部分居民其實都跟你一樣 都有都有 都聞到了 對對對 政府都抓不住 因為你每一次報案以後 他都兩小時以後才來 怎麼抓得到 放一個屁不會湊那麼久 空氣會擴散風會把它吹走 所以這個部分有解決的辦法 就是派駐兩個環保機察人員 就是藏住在那邊 藏住在那邊 一有污染就把它採樣 但你知道好好來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我們再歡迎是 昨天也有來參加節目的 雲林縣家長協會 榮譽理事長張涵 張理事長 主持人還有我們全國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們再來歡迎是雲林縣海養殖協會的理事長 同時他也是之前環保署所聘請的 專門要來監督六親的六親監督委員 我們歡迎林靜郎 信聰 各位觀眾 台灣人 台中市長期在推動空氣污染防治的民間團體 台中市原鄉文化協會的總幹事 江慶舟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慶舟大哥你 當地那台的是什麼 這是我們民間現在常用的 檢疫的空測器 這是我們蠟石的第一代 這個是我們科技公司 現在在推的空氣額子 也是在台中市 現在大量在佈建的 那要做什麼 這個我們我們公民團體在台中 是發起一個台中原點的認養計畫 我們希望是自己的空氣自己測 然後千萬不要用自己的鐵費來測空污 因為現在我們以台中市來講 總共有十六的官方的測站 可是這樣的測站的資訊的發布 是平均一個小時才一次 而且他的數據是經過十二個小時 加四個小時的平均 然後唐氏環保局是一個小時的平均 所以如果在現在空污起這麼嚴重的狀況下 其實如果我們市民看到官方的測站 到止暴的時候 其實已經吸了很多很多空污 然後民間測站 這個是平均一個小時 一分鐘測一次 透過APP 透過我們臨時空觀測網 隨時都可以掌握你家附近 附近檢疫測站 以現在台中市 我們現在台中市政府跟科技公司合作 總共將近有兩百四十個國小 會設這個空氣盒子 然後民間現在已經佈了 差不多一百二十臺 最近也會再追加五十臺 所以這樣以這樣的民間測站 幾乎是六都 全國來講是密度最高 而且這個可以讓大家了解 自己生活的空品 然後我們希望大家從自己改變起 才有可能再去要求政府 降低我們的空污 不過這樣想起來也很無奈很悲哀 現在出門除了要帶悠遊卡 還要帶偵測這個空污的東西 像這個是定點的監測 所以以現在我們在台中市部的密度 其實我們預期 藉由各個環境工程師 還有資訊分析師 我們預期可能 因為台中的空污太... 不然你那是測什麼 你那是測PM2.5 還是VGM都測在哪裡 這簡單的PM2.5PM10跟文時度 綠市部在測 特殊的敢測 政府包括從今天開始 中央的環保署地方的雲林縣環保局說 好啦 雖然家長們現在堅持不簽效 我們也什麼事都不能做 但是現在開始 從今天開始 包括許許多多這種紅外線 更高科技的這種監測儀器 就要進駐到六清場區 我們來看看在無法簽效之後 包括中央跟地方打算怎麼處理 賴寮 橋頭 郭小 許錯分校 簽效風波尚未平息 家長槓上中央和縣政府 開學第三天 六十名學生還是蓄留在許錯分校 但為了讓孩童身心健康 及教育學習 縣府規劃九月一號 二號 將安排許錯分校學童戶外教學 小孩子再來很快 又要第一次月考了 當然會擔心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近期 就是最好是這個禮拜 能夠給所有的家長 包含是我 我也希望得到很好的答案 許錯分校主任杜賢祥表示 根據統計 明後天的戶外教學 約有五十名同學參加 而不參加學生 可以到校或請假在家 希望顧及到孩童心理健康 另外 從今天起 環保署與現環保局 將聯合進入六清住廠 進行稽查 今天主要會針對就是 會造成人體中 DDG 產生的 那這邊 我們第一階段是鎖定 所謂的綠椅系製造的 跟使用的 那還有其他相關的 這部分我們會是 優先做一個計查的一個動作 相關的單位 到廠區來做監督查核 那台塑企業是完全配合 六清管理部表示 政府同意廠商設廠 都經過環評許可 政府有規定一個基準 希望政府以公平公正公開來處理 而現環保局就說 未來幾天都會駐廠去機查 以機器立即監測空氣 是否含有其他物種 記者王威雄 雲林報導 不過理事長 我請教你 你當時都在跟六清溝通 我們來看看 從今天開始 那為什麼不是從兩個月前開始 為什麼不是從兩年前開始 不過總之 就是從今天開始 政府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加速發現污染源 要進行包括綠乙烯等這些所謂的 揮發性物質呢 去做多介質的調查 而且呢 把現在的監測本來在外面 現在要刷在教室裡面 這當然比較好了 因為其實小孩子除了去操場跑步 他大部分時間是在教室上課 把這個監測設備呢 從戶外移到室內 再來從八月十九開始呢 二十四小時戶外監測 第二個 加鹽標準 原本呢是一萬ppm 現在要降到兩千ppm 在明年之後呢 要再降到一千ppm 也就是說管制的標準呢 要更加嚴格啦 再來要駐場 這是更重要的 要直接進到六清 包括說環保署環境的督查總隊 還有雲林縣政府呢 要開始駐場 機查VCM相關的製程 包括說南亞塑膠 麥寮總廠 南中石化等等的這些工廠 都要進駐 然後呢 要執行一萬五千顆的 設備原件的檢測 這個當然也該做 再來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部分 環境監測的部分呢 在零公里內呢 設十座 這個所謂的空氣品質的監測站 然後呢 也有所謂的這個紅外線 也就是FTIR 的這樣子一個監測設備 如果說有長期監測需求的話呢 也會在許錯分校 增設固定式的監測站等等的 全面檢修 所謂的六清相關製程 還有保養的這些問題 也要全面檢討 這些風險評估的工作 第一個 有效還是沒效 第二個 應該是真的在做 那有效應該是真的 如果要做的 真的應該做 還有量 FTIR的量多不多 多不多 而且所謂的話 這些人有沒有去追 就是說看FTIR 你測的 還這些數據的話 分析的話 怎麼去分析 幾個人看得懂 還有說我們 盈利縣環保局 他有沒有這些數據的話 他判讀研讀 有沒有他的困難 一個龐大的豬料庫 他怎麼去看這個部分 還有在整個控制中心裡面 他們所排放裡面 他們到底 是不是真的呈現出來 他們的紙 那個紙是不是真的 重點在這邊 因為你所有的話都要 他基本上 那個中控室裡面 他都一定要跟 盈利縣環保局連線 連線的部分 他有沒有真正連線的部分 再說你要派人到那個裡面去做一個 好像說空屋空屏的這個在地住的 一個那麼大的那麼大的廠期 長過八公里寬四公里 你真的人員這樣夠嗎 而且你把這些人派在裡面 你能不能二十小時派住在裡面 當時在A德會當環保局長 我就跟他講說局長 我們是不是如果說單單排放水的部分 我們不要從說他的第一點 第二點不要 從最後最終排放點 我們去測試 真的測試出來是 他是超標的 還有他們裡面問說 那個那個 那個A德會局長說 半點前來這裡還可以嗎 他說這又不是在實驗室裡面去做 說等到A組跟B組做起來的話 一樣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環保單位很困難去裁划的部分 有一些的話 可能你機器校正 校正的話 你可能什麼時間點 校正以後 你才能進去裡面 如果說你提前或是延後的話 是不行的 而且最主要是說 我們好像說營利縣政府環保局的話 都沒有一個機動性 可以隨時進去戳查的部分 像有時候的話 剛剛老師講的話 有可能到兩個小時以後再去 來得及嗎 所以要的話 我就是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可以用最新的配備 比如說水質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20小時的偵測 整個質的話都可以呈現出來 空氣也可以 FTI也是很好 但是他的量夠不夠 在一些死角上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我想應該前面的來看 不是說單單看到 假如FTM的話都OK 但是量要多少 放的地方還對 是上風處還是下風處 所以地方放要放對 不是說他把這些東西擺出來就好 不是這樣子 對著時間才能測到對著市主 譬如說我現在如果是汙染源 風暗在找 我們政府在這裡設了幾百台的這個紅外線監測儀 有用嗎 當然測不到 下風處 下風處 這個就是道理 妹妹咬咬在這裡 可是我要請教製造師傅 我們如果把台塑完翁 你不要這樣說 沒台沒錢 白白白 要把你抹 不要把你抹開 這個資料 國家衛生研究院有沒有冤枉 台塑六青 這個是最大的關鍵 如果沒有的話 你把台塑六青打成這個樣子 真的是沒道理 我們來看看 這張圖我們其實用了很多次 台塑六青的BCM場在這邊 許錯分校距離他只有九百公尺 再來是豐安國小 包羅橋橋頭國小 麥寮國小 這些學校的學生呢 尿中的TDGA呢 這個濃度都嚴重超標 最嚴重的當然是許錯分校 因此國務院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距離六青BCM場的學校越近 小孩子尿裡面就越毒 受到的傷害就越嚴重 但是我們再回到 剛剛我談的那個新聞稿 我們來看看 他說這句 主管機關長期監測 台塑VCM場的這個結果呢 遠遠低於國內國外的管制標準 你不是一樣嗎 那應該環保局出來說話 數據的話都出來賭嘛 沒有加害人 但是一大堆受害人 環保局他住地方主管機關 但環保書的話 他願意不出來 監會是不是有問題 監會逐步足夠 然後他來去做這些動作 孫老師 我就聽不懂 這個 現在這麼多學生小孩說 這個國家衛生研究院做的 這個國外旗刊又發表 這不能亂下的嘛 明明有那麼多小孩子 尿就是這麼嚴重 甚至有說很多小孩子是脂肪肝 但是呢 沒有加害人 政府說你的排放都合乎標準 這個是毀儀所思 我的想法是所謂的沒有低於管制標準 但是他的總量是多少 有時候這才是重點 我天天餵你吃一點毒 一點一點毒 一點毒 沒有超過標準 你還是活得很好 但是時間到了你就爆發了 那我的管制標準像那座山 但是只要沒有超過那座山都合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空氣當然比較沒有辦法 但是像水的話 我濃度超過標準 湊一些海水 湊一些什麼東西把它沖淡稀釋 但是重點是總量 所以在這邊沒有第二個污染源 VCM才會產生這個流帶乙二酸 那這個東西應該就是只有台塑 他們的PVC廠跟他們的VCM廠 它才有辦法產生這個後果 所以這個因果關係是非常明顯的 那我們如果說從這個污染源的中心點 然後往外擴散 當然有季節性的有風向 但是離開它的污染源越遠 它當然它的濃度會降低 這也是事實 但是台塑的講法是說 有一些好像離它比較近 但是反而濃度是比較低 這個東西也是煙囪效應 煙囪這麼高 風這樣吹的話 在煙囪下面這邊是安全的 但是風往下吹的時候 它到這邊來才會產生作用 所以有時候反而台西比脈療還差 距離近不一定是它比較危險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咩咩咩咖啡筋裡面 但是我要講話的話 我要替自己辯護 我當然有很多種說法 我都合乎標準 但是我一天24小時餵你吃毒 看看你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喝農藥會死 但是你的青菜裡面 或是你的那些龍桌舞裡面 有一定濃度的那個農藥的話 我們不是馬上吃馬上死 但是會死不會死就是管制標準 但是如果說我在低於管制標準 這樣一天到晚餵給你吃的話 當然有這個這個結果 所以我認為台術這個東西是詭辯 我請教你 昨天我們也請教周貴田周老師 我就直接問他說 奇怪 如果那個食品 譬如說我懷疑你這個奶粉有問題 我懷疑你這個油有問題 我就叫做預防性下降 現在全國都懷疑六清有問題 這樣可以預防性官場一個月 兩個月再來看看數據有沒有變化 再來如果沒問題 再讓他所謂的重新開場 但是他的說法是說 我們沒有足夠的數據做這件事情 不然如果要人家 還國家賠償行政訴訟 你就進行很陷入 可是我想問的一件事情說 民眾都聞得到 政府都測不到 某種程度來講可以理解 因為呢這個廠商排了就走了 排了就收了 他可能排十分鐘 二十分鐘把最毒的排出去 然後呢他就不排了 民眾批到說 今天打電話會有傳播宿 傳播結果 官員一來的時候他沒放了 所以你也不能說他勾結 是真的他沒排了 再來是說 你也許測到了 就一間你不知道嘛 你如果說有那麼多的工廠 都會排放相同的這種有機揮發物的話 你沒有辦法說到底是誰排的 所以你也罰不了 因此我想問 這個問題是否可以透過從今天 開始環保署跟環保局的這種監測方式跟設備可以解決 我真的是可以的 第一點像剛剛裡面出來有所謂的Canis Canis這個東西 它本身是鍍上一層那個那個蝴蝦碳在裡面 然後抽真空 抽真空 然後如果是環保機查之類 它進入到台塑裡面 它有看到它的設備元件在排放的時候 它只要這樣對著它輕輕的打開 各位聽到聲音嗎 有有有有 這個東西之後就把它關起來 然後這個在一個禮拜裡面送回實驗室化驗 我們可以分析出110種的化合物在裡面 那當然VCM其他那些東西 其實幾乎所有現在石化工業所產生的污染 都可以很精準的定性定量把它監測出來 那就靠這個東西來開放 這顆是什麼 這顆感覺比它那個比較厲害 沒有 這個東西不是它這一顆就可以分析 而是說這只是一個採樣罐 空氣採樣罐 我們把它抽真空之後 那用氣力把它沖洗三次 抽真空以後才可以來採樣 那我請教你 我們不要假設六青 這樣子有人入倫於罪的問題 假設某間工廠很黑心的 三天半米放那種極毒的這種濾乙烯 濃度又很高 放出去之後 你要在哪裡 在多久時間內才可以採到 足夠能夠證實的量 這個我的看法是這樣 永遠沒有辦法足夠 但是唯一一個解決的辦法 很簡單很笨 但是很實在 就是派兩個機察員 常駐在場裡面 24小時就輪班 三班次給加班會 只要能夠做這樣的話 一個一天到晚 我們認為說 有可能是偷牌的一個廠商 用這種方式來盯它 然後把它養成遵守 不要去違規的這種習慣以後 慢慢的就是機動式的才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所有幾乎各縣市政府的那種機察 都是委託一些環保顧問公司 那環保顧問公司它標到這個案子以後 它是要負責全市或者是全縣 它的一個所謂的這些機察 那跑東跑西這邊一通電話 那邊一通電話它跑來跑去 但是針對這個案子 我認為應該是專案來處理 就是說給足夠的預算 我想環保署應該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應該要有這個決心給足夠預算以後把人編到裡面去 然後24小時在那邊待命 又排放馬上財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抓到這個排放的話馬上重罰 而且這個機察員絕對不能外包 他絕對是要公務員 然後呢 如果他敢收紅包 抓到就是重層 刑責這個問題 不然外包說我一個月賺你22K 我就藏誰一個月就給我20萬 我去投給你機察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我還是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這一次的爭執點 就是說有一些台塑他自己在做監測 我認為台塑不應該做監測 台塑不能求援兼裁判 所以他所提供的數據 我們都要合理的懷疑 這是不對的 台塑不能來做這個事情 不是 自主管理是針對說 我能夠很很自愛的 很能夠照顧社會的那種心情 但是目前這個爭執點已經出現了 以前怎麼做我們不管 但是以後我認為說 不應該由台塑來做這種工作 林理事長我請告訴你 說實在 監測太多單位 太多人 太多設備 太多地點在監測 監測的結果是包括所謂的許錯國小 包括其他的賣療 橋頭的學生裡面的尿 都是那麼堵 我們來看看誰在監測 環保署當然有在監測 環保署整個監測的機構是非常多 包括一般的工業監測站 像其實在台西雲林這邊 其實就有還蠻多點的 這是環保署的監測 然後民間G0V臨時政府也在監測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看台西 他這個空腹指標是44 即時的 這都即時的 然後接下來雲林管政府也在監測 六清現在的整個空氣品質 包括大城 東石 包中 輪背 四湖 等等這些監測站數據 這也都即時的 然後接下來六清自己也在監測 我要請教你 問題是在監測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其實這種東西的話 你看那麼多的單位監測的話 到底你要聽哪一個 你要聽哪一個的 哪一個為最基準點 如果照理講的話應該是用環保署的 但是剛剛沈老師講的話 我們總量管制有沒有 沒有啊 現在我們國家所謂新的 所謂新的一些好像說一案子的話 它就以新的這個案子為有 我不願意說舊的東西 你新的話主要說新的出來 不超過那個池就OK 但是我們環境的承載量 我們能承受嘛 已經不能承受 但是大家都不會去想到這一點 如果說剛剛老師講的話說 派兩個人去那邊 好 站著二十一小時 看誰敢去 他人是安全呢 誰負責 我不騙你啊 我這個問題的話 我就跟艾德輝 艾紙家講過 他說你是對嗎 到時候啦 企大樓 萬一 你發生意外 我要怎麼辦 我們就不是沒有國家的 我們有政府呢 有政府 會造成今天排放 空污水會排放這樣子嗎 現在的話就一個平台都沒有 沒有一個人 環保署說 你們今天要開始 幫你們真的很強力執行 環保局這個公務員 他們要有作為嗎 敢嗎 大家想的話 臺塑不是一般的工廠 他不是 是一個龐大的集團 面對的 不是你想像中 只有法令的部分 他有太多綿密的公務 就是說 社外單位的部分 去擺平太多的黑白兩道的事情 太多啦 不是你想像中 寺廟是一個宗教的信仰中心 裡面的話 如果說他 你如果要去一間廟 他幾千萬元的支持 你這些 如果我主委 還是我帶人去處理這些事情 信仰中心 在我們那裡都是中心生命的 是 是 一個人去處理後 信仰中心還會寫出來 是 所以這種東西 是會被壓制的 還有在我們陰縣 有某一個團體裡面 他把他的孩子的話 然後六七把他拉到他們裡面 當然啦 你可能會說 我們想的太廣泛了 孩子到他們裡面去就位 但相對的話 整個區塊裡面的話就變成一個斷層 沒有聲音 沒有人會移民講話 全部沒有 還有在整個他裡面的話 就是台座的一些會給監會 不管什麼節慶 節慶的話 還是哪一個季節的話 他給你錢 請教你那種綿密的關係 到時候你拿人錢的話 你還好意思去講人家什麼東西嗎 都全部的整個崩盤 所以看事情的話 當然我們是對未來存著希望 但相對一個面相的話 就是說大家沒有去看他那個面相 如果說我講說今天最有資格來談的 應該是蘇智芬立委 他是前縣長 還有李靖勇縣長 握有工錢力的人 他應該要來這個區塊來 像他講 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他們有一些數據在裡面 我想蘇前縣長 他應該在九年裡面也有太多太多資訊 還有那個李靖勇先生 李縣長的話 他也有應該說專業的人來講專業的事情 我覺得今天公務人員 如果我們要管他去面對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會讓他管 你出來如果有一個 一個敢拍商務出來說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敢做什麼東西 很多的話 大家都頓調 和大家很慣亂的態度 我想這個是其其為不可 張理事長我也請教你 今天其實環保署 環保局的動作 其實也不算小 包括機器 點 然後有進駐到廠區 然後把設備移到教室裡面 我想問的是說 這樣子 是不是就可以確保 包括許錯分校在內 小孩子 整個賣療箱 血統的健康安全 應該像剛才來賓說的 就是說 我們是今天他們還在演戲 對不對 不算在演戲 大家都在演戲 大家都在演戲 對啊 現在就 因為 因為 有一些壓力來了 所以政府也要演一些戲 企業可能也要配合演一下 歡迎你來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剛才也有說 他們要進駐幾天 也不知道 剛才告訴我 是希望要長期進駐 這其實也是我們有望到的 是要長期進駐 你看到我度二十四小時 去監督 查核 隨時去抓到 不然你不知道 那時候是放的 對不對 所以我感覺說 你要做多久 跟證明說 你是在 半斤還是半價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說 我都覺得 因為這幾兩天來這裡探討 跟我們在那裡感受到 就是說 這個 這個長期以來 政府都沒有作為 我 長應該也說 這兩三年來 你都有機會 有作為 為什麼今天還要這樣做 我們就 我們就覺得 你就是在演戲 我們看而已 繼續就是要看 你有堅持嗎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看我們阿朗理事長說 這黑心的起源 因為這是可能很大 他就買通政府 買通政客 結果就都變成一個 既得利益者的共犯結構 你如果看 我剛才那個新聞 我聽得很鼻子 因為老師跟學校都非常用心 這三天來 孩子都沒有正式上課 很不認真 他們就說 不要讓他們這樣一半都沒有上課 再來馬仔後期 想要讓他們做一個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之後 老師跟孩子就能做會了 因為離開那個地方 去外面就能做會了 你知道這段 有什麼樣的畫面 你知道嗎 當時離婚後 北部要去看 看那個探視權 你知道嗎 你看鼻子嗎 教學怎麼會辦到這個經驗 這發現到我們 婚姻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婚姻人 真的很好 祈福 而且地方政府還不跟我們 道三天 甚至看到中央政府 秘書長 沒有 行政院的府秘書長 我們以前的府管長 現在的環保署長 是我們以前的立委 他知道說什麼 他說 政府的命令已經發出 不能收回 你們要簽孝就是要簽孝 都不能溝通 現在的新政府不是說 統合溝通 統合溝通 統管理溝通 謙卑 謙卑再謙卑 都騙人 自信 我都看到中央政府 像在拍自己的孩子 給外人看 我看 我的婚姻人 有比較疲 真的 不能 不是說不能溝通 像現在這樣 你看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不管他們是真的 假的 他們已經開始 去監測了 你去監測 孩子在那裡也很久了 現在 現在學校也好 老師也好 家長也好 孩子也好 應該有一個要求 就是讓我們一個安定 穩定的學識 跟受到的地方而已 你就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裡 沒關係 說比較難聽 那孩子都在那裡多久了 還有差這個學期嗎 不然可以 還退後求其是第二的 就是回橋頭本校 對不對 你這個監測你要繼續做 再來 那個家長 沒有啦 家長他說 超多本校他也不接受 是啦 大家剛學的時候 就是說你都不跟他溝通 你都不跟他 你都不跟他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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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專長好法來講 不在他還可以講 還可以講啊 家長不會這麼學 超多本校是他的第二個選項 不是不會沒有 只是說你不能用命 你命令式的方式 那不是叫做溝通 你說怎麼就怎麼辦 我就一定要做 那是叫溝通 那叫命令 對不對 我一定會聽你 我不一定要聽你 大家在那裡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就孩子是最愛的 再來 家長最在意的就是怎樣 找出污染源 到底是誰 就剛才像我告訴你 欸 有受害者呢 沒有受害者 沒有受害者 其實有受害者 不敢說而已 應該是這樣 對啊 政府不會這麼難 找出污染 我感覺是這樣 不過來看看 臺素講說 長期以來 在中央跟地方主管 機關的監測下 這些結果呢 遠遠低於國內外 這些最嚴格的標準 如果是這樣 那學生裡面的這種 所謂的尿裡面的TDGA 到底是哪裡來的 我們來看看 之前 台術 並不是像台術所說的 他是那麼樣的優良模範生 教室門窗緊閉 老師和學生開著空調在上課 有些小朋友不放心 還是戴上了口罩 2010年9月 玉林縣台西鄉 新興國小附近 出現刺鼻的臭味 造成近百位師生身體不適 有些同學想起那個味道 還是覺得心有餘悸 頭暈 頭暈喔 還有怎樣 小兔然後早一點頭暈 這間小學不是個案 因為台西鄉鄰近的五所國小 都出現異味 環保局調查後發現 台四五六青石化一場的除草 疑似因為製作過程操作不當 導致氣體洩漏 已經依空污法規定 出以一百萬的法金 乙烯丙烯這些大概 都是他的這個產品 那這一部分我們發現說 這一個的測值大概都比一般的正常 大概高了十幾倍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污染也是來自六青沒有錯 開場以來 六青就一直傳出空污爭議 雲林縣府決定依據空污法 修改縣內設備原件揮發性有機物 管制及排放標準 從原來的一萬PPM下修到一千PPM 此舉引發六青不滿 認為規定太有針對性 但環保局強調 線內九個工業區都需遵守 未來如果排放污染物超標 將可儲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款 所以請教我請教你 按台中的經驗 雲林可以怎麼做 環保署可以怎麼做 現在已經進駐了 其實我們這邊比較擔心的是資訊 資訊公開 是 他能不能利用現在的科技 自動監測 而且一如一時的把偵測的數據 原始的資料透過網路公開 其實我們現在LARS在推的公民監測 其實他 他有一個重點 是透過網路一分鐘測一次 而且把原始的資料 傳送到中央研究院的資科所 然後透過資科所 這一系列包含硬體 系統 所有的data都是open的 所以G0V他可以透過那個空空觀測網 讓所有的所有的全國同胞都去看 所以六青這樣的問題 他能不能加強所謂的科技的自動監測 而且利用IoT網路的這個特性 完全公開 能不能做到這個 像現在在臺中 有十六個測站 以我們長期在管管環環境的 基於我們不參考 因為你發布的訊息是平均過的 是有處理過的 政府的測站都一百萬 甚至於臺中市現在有全國最貴的 那個交通測站五千萬 可是他這麼精密的資料 測出來的 對我們不實用 因為是平均過的 你能不能公佈原始資料 讓所謂的環境工程師 資訊分析師去分析 這一點政府做不做得到 是 透過公民的參與 讓這樣的環境知情權很原始的曝露出來 而不是加工過的 不過那個 金周恩 因為你那個機器 只能測PM2.5 那PM2.5當然是長期 對什麼呼吸系統 還有那個心血管有很大的傷害 可是我們現在遇到是另外一個 就是這種 包括說當然 總懸浮威力也是一樣 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 或是像VCM 這種最毒的揮發性有機物質 當然我們都有排放標準 這個標準應該要再更降低更嚴格 但是我要請教陳老師這點來說 真的有辦法透過公民的力量 不要再去那麼依賴政府 公民自己來做監測 哪有載條測出來VCM 我的看法是困難度很高 因為怎麼樣 經費的問題 你也是跟他靠經費 因為還是要政府 那我剛剛那個就是說 用這個KANIST這個東西採樣罐 回去用紙譜以及GCMAS 測出來這個結果 他裡面每一個化合物 他的定性 什麼化合物 一清二楚 他的濃度到PPV的這個濃度 是PPV是十億分之一 都可以測得出來 所以現在科學 是絕對有辦法去處理這個事情 第二點就是說 剛剛我們環保署已經進駐了 用FTIR FTIR其實以我們的經驗 他是每五分鐘到每十分鐘 就可以一個cycle 一個循環 他是發射一個紅外線 然後到那個反射鏡 反射回來之後 在這個路徑中間 有一些任何的這些空氣污染 VOC的那個東西 會干擾他的波長 然後他就由這些波長來判讀 那判讀的話 以我們在高雄的經驗 他的最高值會跑出來 那持續多久 你可以把這些數據叫出來 還有他的平均值是多少 他的污染物的種類 當然他的準確度沒有像Tennis的這麼高 但是一樣是可以提供給我們 來做一個參考 另外就是說在高雄市環保局 那邊我們給他壓力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這個數據是要隨時要公佈的 甚至說這一個月即使可以透過網路 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可以即使的資料是可以出來的 而這東西你一出來就是不能再改 當然儀器要經過校正 那另外就是說高雄市那邊是 他每一個月會公佈上一個月的 任何一種化額物的最高點 最高值還有他的平均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可以由這個東西來講 我剛剛講說總量的觀念是很重要 雖然第一他的排放的管制標準 但是我想說如果說每一天偷你一點錢 對不對 但是總數加起來是很可觀的 但是我都每天偷一點錢 你都可以忍受 那就是沒有超過他的管制標準 所以我的想法 目前我對這個簽校的意見就是說 學生的學習還是優先 這一定要照顧我們的學生 所以我們家長應該以學生的學習為重 但是如果說已經有這麼多的環保 好機查單位去進駐六青頭 我想留在許錯分校是一個政府可以接受的一種觀念 也不一定說我發布的命令就不能收回來 招令戲改 這應該這是一句成語對不對 就代表說我如果對自己的檢測有信心的話 那到台塑裡面去監測這個時候 那會不會政府就是對自己的檢測沒信心 不行啊這個東西都有學術單位 互相彼此在考核 在這個社會上一個公民的社會 開放的社會 那科技發達的社會 透明的社會 那家長對於政府的監測有信心嗎 政府做的監測就可以讓小孩子安心的在許錯念書 以現在來看喔 如果說我那家長 他一直在說 你可能只說你只政府一方面 請某一個學者在研究 跟六青自己做的 他們都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尤其六青自己做 應該是像剛才大家在說的 全員間裁判更行不通 他們希望就是說 同步要有三個方面 第三方的公共 學術機構 對對對對對 基礎要這樣啦 不然現在對政府其實也沒什麼信心 譬如說莊秉潔老師 就是他的一個研究團隊就進駐進去 你至少你也許不信任政府 那你說學術機構做出來的 其實數據大幅下降 那至少可以確保 可是我們昨天也談到一個很大的矛盾點 這張圖真的說明了很多很多訊息 許錯分校小孩子呢 他在第一階段被驗出來尿裡面的TDGA 是一百九十三毫克 第二階段還是一百九十三毫克 所以政府說一定要簽 那本來是要簽到很遠的這個 九公里外的豐榮國小 可是沒有測 所以沒有數據 橋頭國小也測了 後來呢在前天呢 包括教育部跟環保署說 好啦你們如果嫌九公里太遠 沒有五公里啦 你去橋頭國小本部啦 問題是在於說橋頭國小 學生測出來的尿裡面的TDGA多少 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 一百九跟一百二到底是差的對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家長會說 好啦你叫我簽 你叫我從一百九移到一百二 我小孩子還不是一樣肝會受損 所以這沒道理 因此許錯要簽孝 第二個問題說 豐安國小的小孩子健康不重要 橋頭國小小孩子健康不重要 麥寮國小小孩子不重要 再來是在北邊一點 大城那邊還有很多學校 南邊一點台西也很多學校 都不用處理嗎 還有老百姓 你只處理學生不處理學生的爸媽嗎 你只處理引領嘛 桃園 台中 嘉義 高雄乃至於到宜蘭 你都不處理嗎 我們來看看 這一種因為空氣汙染 小孩子常常聞到那種刺鼻難聞的味道 小孩子的身體健康 一直受到威脅跟傷害 在全台灣比比皆是 政府真的可以完全漠視嗎 高雄市文府國小的升旗台 國旗旁邊還高高掛著一面紅色旗子 這不是為了節慶特別佈置 而是孩子們的救命期 讓我們知道現在是升空 無期要把口罩戴上 位於左營的文府國小 被中油煉油廠 東南水泥廠和大社工業區所包圍 創校14年來 空氣品質一直很差 2014年底 校方與環保團體合作 只要細懸浮微粒濃度超過36 即時空氣污染指標超過100 學校就會升起紅旗 還有老師發起 還我乾淨空氣的連署活動 共有6000多人簽名支持 我們也大力的在推環境教育 但是如果一個活生生 在我們的生活裡頭的情況 一個例子 我們都不能處理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在教室裡頭空談教育 在高雄 暴露在高污染環境的學校 並不在少數 2013年 有環團統計環保局 架設在兩間國小的 紅外線監測儀器數據 發現自2011年8月設站以來 兩站都監測到超過20種化合物 而且不少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 都曾超過周界標準 環團強調 這兩個側站附近的國小學童 就超過45000人 環保局則表示 新定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明年將上路 將搭配總量管制 處理空污問題 也希望中央儘速實施總量管制 才是根本的解方 全臺灣從北到南 從西到東 問題很多 污染很多 傷害很多 但是政府給的答案原有只有一個 抓不到 我們來看看 包括今年七月 蘇澳新馬一帶 人家說 我怎麼搞得要死 問到桶子問都不敢開 可是還是味道傳出來 質疑是工業區的問題 白河在臺南 也說建材公司 不一定是要緊鄰工業區 還有你旁邊有這種建材的啦 工廠的啦 這種可能會有導致空氣污染的 都會有這個問題 三個半個 偷牌廢棄 三百名民眾聚集要求撤離 宜蘭又是屬好 隆德工業區 環保公司違反空服法 大多次被開單 可是還繼續偷牌 為什麼 不痛不癢 再來是潮寮 這之前幾年前 其實我們談過很多次 潮寮國中 潮寮國小 多次飄散這種次鼻的化學氣體 造成學多老師跟學生身體不適 結果呢 一年二十多次協商 大發工業局呢 才七家廠商 共同賠償一千多萬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沈老師 抓不住嗎 不然你要怎樣 我們就有罪推定 你沒有辦法證據證明他有罪 他就是無罪 抓得到抓不到 這跟執法機關的積極度是有關的 不是抓不到是不想抓 也不是說他們不想抓 而是說沒有很用心去抓 如果很用心去抓的話 我的想法就是說 比如住在我家 我家住在大社工區旁邊 那一天到晚在排放 那我一直跟他們建議說 你就派兩位稽查員 就是白天也不要 晚上給他們加班會 然後排輪修給他們 就到裡面去 馬上控物馬上抓 那當然是抓得到啊 不然的話每一次報案你都要等到一個半小時 兩小時他們才會到啊 那沒有那個空屋可以除非說 一直持續在排放 不然的話是不可能 或者說那個廠區大火一直在冒 一直在燒 可以燒那麼久 所以這個是積極度的問題 不是抓不到 也不是說他們沒有排放 那當然後來我們要求他去駕那個FTA 剛剛那個照片其實就是在我家對面的 那個藍陽國小的屋頂 我們透過一個民意代表去爭取 其實都有監測到啊 但是你監測到的時間 跟他們來積查的時間 這是有落差的 所以他永遠幾乎很少抓得到 所以也很少去開放 不管是你們那個監測到 或是民眾報案 為什麼都要兩個小時 你們高雄又混淆這麼多 他們的說法 我每一次都罵他們 他們的說法就是我們要負責全高雄縣市 這麼大 北到那個那個那個 跟臺南市交界 南到跟屏東交界這麼大的區域 北到家庭 家庭 對對對 南到臨遠 南到臨遠 報案都按家庭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把空污會都用到哪裡去 空污會如果是要解決空污問題的話 就是說要加快人員天色好的設備 就是常住在那邊 然後抓到的話 我認為說要仿效越南那種做法 中華 當然我們不要說一次去罰他五億美金 一百多億台幣 我們一次罰他五千萬一億這樣就好了 會痛 而且在報紙上 你要不客氣的就直接把他公佈 廠商的名字 他幾次以後我想人都要面子 有錢人他什麼都有 但是他不能不要面子 一家公司如果一天到晚在排放代表 他是不知羞辭 他在偷竊大家的財富 偷竊大家的健康 他把他的內部的成本外部化 所以這個問題我是想說環保單位 如果說你沒有說說人家好處 你就重演執法 而且把縣市政府要把你說的空污基金 用在這方面強力積查 而且我們的環保現在的那種罰款 大概就是不當利得 什麼叫不當利得 我要用一萬塊去處理一個污染 我現在用十塊錢把它排放出去 然後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塊錢 就是所謂的不當利得 我這次被抓到 我就要付那九千九百九十塊錢就好 但是那一萬塊錢 可以處理的污染的一個物質 排放到環境以後 你用十萬甚至用一百萬都處理不起來 而且我認為說是用處罰性的 像越南這一次的話 處罰性的這種罰款 是針對你破壞環境 針對你破壞居民的健康 這種風險來處罰你 像這一次我們都知道 那個我們的那個銀行到美國去 被人家罰那麼多錢 他其實是有處罰的成分 你不重視我們的法規 藐視我們的法庭 是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說環保法令應該修改 所有立法員應該以公民的意思 來執行這個立法 為什麼呢 我們不要再說不當利得 我就要做小偷做一百次 我被抓到一次 我就罰那麼一次 對不對 像中友以前一直在排放污水 我記得兩三年前 我也來這邊談過這個問題 中友後來被罰了兩千六百三十萬 但是他所造成的傷害 我想十倍百倍於他所被罰的錢 他只是說我 因為沒有好好去操作哪些東西 沒有操作 然後我省下來的錢 你把我罰回去 但是更更更早之前沒有 這是不對的 因為你的排放空污 所以我們的政府 如果沒有收受財團的什麼好處 應該重演去執行 建立公民的信心 這才是我們政府應該去做的事情 因為你的排放空污 導致學生的肝受損 體內都是毒素 導致分油要吸掉了 導致蚵子吸掉了 到底政府要罰他多少 是一百萬兩百萬還是多少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那是理事務長我要請教你 他剛才說的都很理想 包括中央訂定一個更加嚴格的法規 包括地方 如果你沒拿人家錢 你就好好的去監測 好好的去執行 當你抓到他的證據的時候 你就用懲罰性的罰他個五千萬一億 落實到你們分裂怎麼做得到 我看他目前分裂應該有解釋的人 我會看不出現 因為台北的東西是用政治方面去看 選票的去看 我看我真的要保養 就是不管我們接種或是民意代表 我願望的就是說 今天大家應該用一個很慈悲的心去看 譬如說現在看到這些孩子們 因為是我們的書夫 我們都不願意去理會 所以造成這樣子 而且再再來我再講就是說 我們如果選舉 不要去拿政治獻金的話 我覺得你就有公衛空間 你如果去拿政治獻金 你後來他把他簽罰一下 你還能還能再做些什麼 所以我經常說 分裂是不是可以脫胎犯苦 還是我看 甚至一大個黑暗就要走 你如果說 如果說你想為營林再服務 還更上一層樓的人 我覺得你應該今天要大大站出來 去講真話 講實話 不能說嚇死到選票 你如果這樣大家會去信心 我看你後來也是 大家也是不會去支持你 所以不要用表徵的東西 我們要看的是說 你真正是為了 分裂這個土地 為延太地区 分裂這個 所以公家委做一個事情 這是我們愛的 像現在我感覺就是說 分裂管政府還參加台塑 有一個平台 在溝通的平台 尤其在公安市場發生的時候 也有大家有六千天 都有人會因為 所以人有進去 現在是他跟 他要求分裂管政府 派了他的副管長 跟台塑一個平台去溝通 我也不知道 這個溝通是什麼 這個溝通不要也罷 譬如說 那時候當時 我們那個什麼 發電 電力的話 有一些要回歸的部分 他說他也不理你啊 他也不理你 所以說爭取那幾億出來 其實後面的話 他也不願意理 因為那個錢並不 法令沒有規定說 我一定要交你分裂管政府 我台塑要來做 有一些公益性的東西 我還是可以做 面對六千 一個很龐大的律師團的話 一般人 你有時候還是公務機關 你甚至吃一點小皮肉 他就告你 所以為什麼詹老師這些 那個文章的話 都要經過外面論證 是 那個莊秉諺老師 就是一個很慘痛的經驗 其實今天我覺得 賈米妮代表在質疑 詹老師 他拿台塑多少錢 其實是汙名化 我覺得不必要 因為當時公安事件 發生的時候 可能所有管長 那一路去找 要談 這個環境要怎麼監測的錢 多少多少一個細質 人體健康的部分 學藝的部分 等等還有教育的部分 可能底下 我看到的是 零零週中 兩百零幾億吧 就是那是一個不成 沒有共識 沒有信仰的東西 你在去誤衊詹老師的話 我覺得對是真不公平 還說的是我覺得 蘇管長 蘇情管長 你應該要跳出來 為詹老師講 我覺得 當然在選舉的時候 你說的 你把詹老師 常常閒教授這些 論述 這些結果的話 你是當作上方保健 還是工具 上方保健的話 你可以害衛伊林 工具的話 我就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要請教你 站在全雲林家長的角度 你希望六清做什麼 又希望雲林縣政府 跟中央政府 做什麼 在這個時候 應該這樣說 我們實在 不敢說 用網 六清可以做生 因為他是 雖然棄染 棄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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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責任沒有錯 看他怎麼看 道德勸說 他不知道要聽不懂 但是 我們任命可以要求 政府 我們希望說 他真的可以做一個 真正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去年的4月1號 我們就像那個電視節目 你看有算那個空屋棋 我們雲林縣 可以說作料桶徹底 我們是國中小 加幼兒園 總共大概三四百所 而且我們雲林縣家長協會 去找我們家裡 我們有處長 他跟他說 我們有處長 中時後 他跟管政府說 十天來喔 他把那些機子都做出來 而且還請學校 來工事 拿回來就開始衰用 一直到現在 不是不做 說到他 我們可以把事情做到這麼多 確實 三四百間 他我們就十天都做得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 做到這個雷 看同樣這個汙染的問題 同樣這樣做 真的做 做得好 我想會改變 慶祝有覺得 其實我覺得共鳴要覺醒 因為從一體台東市來講 其實我們的肺腺癌得病率 是全國最高的 所以因為這樣 讓我們回歸 相證 謝謝 謝謝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 讓精采繼續 要請徐老師 用您專業的影光 把我建定建定 這幅畫的價值 無論他值不值錢 他都是一幅相當精強的仿畫 其實不去追究他的真偽 你還是可以把它當成石濤 或是張大謙來欣賞 我幹嘛要欣賞他 我還要投資 今天其實很開心 可以看到這幅畫 不過我寧可將我的時間 和那些真心愛話的朋友交流分享 我 急不得剛認識的人 甚至是見了好多次的 還是像陌生的人一樣 這是我的意思 我叫王志生 你 雖然你記不得我 但是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對我來講 都是在創造我們之間的回憶 讓我當免修復師 我會幫你修復年輕 小朋友是啟蒙發展的階段 所以其實你給他 安排這條路走 他看到這個東西 他就往這邊走 你給他看到打打殺殺 他輕輕 鏘鏘的 他可能將來個性 就往這方向走 很奇妙 小朋友學習能力很強 所以你看我們這麼多節目 都是非常廣泛的 有科學的 有藝文的 有特別人際關係的 有實驗的 所以小朋友多看 這樣子的發展的話 他的路會走得比較廣泛 也比較安全 可以讓家長放心的 讓小朋友看我們公共電視的 兒少姐 我覺得挺公式 其實就是挺台灣的教育 因為其實在這個平台裡面 做了非常非常多 跟教育有關的優質節目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 媒體增加值 請撥打捐款專線 02-2633-9922 郵政話播帳號 1921-3335 感謝您 看紐西蘭神秘的生態歷史 奇異鳥 企鵝 各種珍奇 年代久遠的衍生景致 海岸線與林間的美麗大自然 9月3號起 每週六晚上8點 生態全紀錄 野性紐西蘭 就在公共電視 插獎 《世界大自然之》 演出 《世界大自然之》 親愛媛